谭先生 是我哥他醒了吗 肖将军 楚姑娘莫急 在下前来 并非为了楚河 不知是否方便 与楚姑娘进一步说话 谭县城 有什么事吗 自许家出事 在下一直想和姑娘说几句话 却始终不得机会 谭县城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当日 许宗芳劫持你去许家 在许家的那间屋子里 只有家父 你和许宗芳三人 现在家父已不在人世 许宗芳下落不明 当日之事 在下只能请教楚姑娘了 这 楚姑娘 家父惨死 在下为人子 却不能知其中因有 近日来 世中惶惶难安 一无言回去面见母亲 还请楚姑娘成全 唐县城 您快起来 那天 许宗芳说 是要为我娘报仇 是要为我娘报仇 如果你想要为你母亲报仇的话 我可以满足你这个冤枉 就杀了唐管家 我娘死的冤枉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给她报仇啊 楚姑娘安心 在下 没有丝毫怨怼之意 多谢楚姑娘实言已告 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今日与姑娘所谈之事 还请不要告诉安君王 为什么 在下身为县城 又是此案死者之子 这些事 孙问来无罪 但为了试图着想 还是应该避嫌才是 好吧 多谢楚姑娘 请 请 谭县城是要回家是吗 是 从县衙去许宅 不该走这条路吧 景少卿有何吩咐吗 我将你送出去的消息 为什么迟迟没有回音 警少卿 一有消息 下官一定立刻禀报 谭县城你应该是知道的 你撒谎 我是看不出来的 下 下官不敢 有回音但不是给我的 是给你的是吧 楚楚的身世差实了 景哥老不希望这件事牵扯到您 还希望您不要辜负他的一番苦心 什么事情不能牵扯到我 你们该不会是要对楚楚 景少卿 这种事下官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就不劳烦景少卿挂心了 下官家中正在至丧 琐事繁多 下官先行告退 我听说 其实楚楚的那个人 就是楚楚的亲舅舅 徐宗芳 我本来是想问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楚楚的家人 楚楚家里还有哪些人 可 可是 他跟我说 楚楚的爹 是害死你爹的犯罪 是说你们兄弟两个 把楚楚带出去 是为了杀死楚楚 你就信了那贼人的话 我不信 我担心 我担心万一 万一这话让你知道了 你肯定把楚楚关押起来 审问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能查出什么来啊 那人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你要是相信了她的话 认定了是楚楚 是你仇家的孩子 那楚楚可就太冤了 所以你就给她这刀头 助她逃跑 楚楚是我妹妹 她是无辜的 我不能不救她 你这是在害她 楚河 你纵使信不过本王的品行 你也应该想过 若那贼人信口胡言 哄骗你给她松绑 你这样胡来 实现楚楚的不义 若那贼人所言属实 你这样纵她 带着楚楚逃跑 楚楚是罪嫁一等 你楚家满门都要受过 若那贼人成功逃脱 杀死你楚家满门 杀死无辜百姓 杀死无辜百姓 你楚河单待了起吗 楚楚单待了起吗 我 你身为县衙武族 也算是宫门中人 行事如此鱼鲁莽撞 王楚楚总说你们楚家一门 世代终了 你如今所为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楚楚 你现在还有理 当着楚楚的面子 再说一遍 安君王 我 我当时是急得昏了头 你怎么责罚我 我 我都认 我千万不要责罚楚楚 和我的家里人啊 你知错就好 我也不瞒你 那贼人所说的这些 楚楚全都知道 切已全都告诉我了 楚楚跟你说了什么 楚楚和我 都是宫门中人 楚楚信得过我 我也信得过她 此事 我定会秉公查办 厘清真相 定不会委屈了楚楚 你大可放心 但你也切记 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 否则受罚的 绝对不会是你一个人 不会不会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问你 你是如何掉进河里的 我把这刀头 给了许如柜之后 就一直盯着棺材作坊那边的动静 我发现许如柜 杀了人之后跑了 还有两个贼人追着他出去了 你 你与他们交手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远远地跟着他们 他们特别精神 我还差点被发现了 然后 我一不小心 脚一滑就掉到河里去了 那你看清他们 抄什么方向去了吗 东北边 好像是 凤凰山方向 你先起来吧 谢安君王 此事你虽做得荒唐 但念你诚心悔过 又显现命丧河中 也算受苦教训了 便不重责于你 我且问你一件事 你务必如实回答 您问 楚河一定实话实说 我先前听郑县令提起 官岭县与外界通桥 是五年前的事 在此之前 官岭县进出都十分困难 可有此事 是有是有是有 修桥是刺史大人拨款修的 这可是造福全县百姓的大好事 那你可还记得 住在你家屋后的那位巫医离开之时 这座桥 是否已经修好了 还没有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全家还纳闷呢 这巫医腿脚不利索 根本出不了官岭县 这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王爷 你不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些吗 等你想通了 自然会告诉我 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锦衣跟踪我 知道锦衣 背着我向金钟传递消息 还是知道 你发现锦衣背着我见的人 就是谭桂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并不奇怪 锦衣日日在我眼前晃 晃了已经近二十年 她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我一目了然 我是否知道她做过什么 她心里也很清楚 王爷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知道锦衣她绝对不会害你的 我知道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在跟踪她 我 就是之前盯着楚楚的时候 曾见锦衣跟过你和楚楚 我原本以为 锦衣是冲着楚楚去的 怕锦家要拿楚楚做什么文章 我担心楚楚 于是就暗中盯了她几次 之前 我偶然发现她单独见了一个人 我没看清楚那个人 但是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脚印 方才我看到谭桂的时候 我才知道 锦衣去见的就是她 王爷 你说锦衣这是在干什么 不必担心 这事上需要锦衣担负的 不只有我交给她的差事 就像我不会把所有的差事 都交给她一个月 一样的道理 如有必要 她自然会给我一个解释 王爷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这么相信锦衣啊 你谢得着吗 王爷 你 韩尚书果然明察秋毫啊 那女武作不过是在三法司 参加了一场武作考试 就被您抽丝剥茧 查出了她逆党遗后的身份 是啊是啊 韩尚书厉害啊 慎言 慎言哪 是嫌疑 有逆党遗后的嫌疑 还需要圣上欲弊圣财 方能定夺 不过呢 我等宫门中人 要时刻锦记这安郡王的教诲 不能在此事上犯错误 否则的话 人家有的是办法能让我们长记性的 是是是 这安郡王引狼入室还不自知 要不是您 识破这逆党遗后的身份 他怕不是没命回京了 而且安郡王招用逆党遗后 带回了京 他也得治自己个 识人不清之罪吧 是是是 只是便宜了那薛汝成啊 若不是他恰巧奉旨去乾州办事 圣上又怎会让他顺道去查办此事 把人抓来 平白让他把这个功劳抢了去 好了好了 这有什么呀 指兔子的是人 抓兔子的那是狗 皇上心中啊自然会有一杆称 我们何必去抢这个功劳嘛 再说了 这逆党遗后威胁着安郡王的性命 这薛汝成啊自然是不敢怠慢 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啊 啊 不用我们跟安郡王整面冲突 而且还免了我们周车劳顿之苦 何乐而不为嘛 妙 小锦黎 冷月 大哥怎么在这儿 白天见她在街上拦下楚姑娘问话 就觉得她不对劲 方才又见她大晚上从县衙里偷偷摸摸的出来 怕她要加害你们 就跟着她 结果 看到她埋伏在楚家附近 一路跟着楚姑娘到这儿要对楚姑娘下手 可没想到 居然是冷月 说 你想干什么 我要杀了楚楚 为我爹报仇 怪不得 你白天问楚姑娘 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她告诉我了 我告诉安郡王 还是楚姑娘有脑子 她说只有坏人想干坏事的时候 才不想让安郡王知道 你果然没安好心 哎 锦鱼 咱们想到一块了吧 你让冷月假扮楚楚 也是要抓她个现行吧 卑鄙 无耻 你说什么 我削了你脑袋 小锦鲤 这儿没你什么事 你赶紧走吧 怎么没我的事 我刚救了你 谁让你救我了 我 好了 这件事也不用瞒着她 什么事瞒着我 唐贵 你应该清楚 我为何要找人假扮楚楚 这法子是有事磊落 但我也只能如此 才能请你出来 把话说清楚 安郡王的话 我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你故意当着我兄长的面 去找楚楚 故作神秘地问你父亲之死 还特意叮嘱她 不要将此事告诉我 为的 就是确保我能知道 你曾经打听过你父亲的死因 这样无论你得手与否 这些 都会成为最有力的证词 来解释你杀楚楚的理由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够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狡辩什么 不够给我爹丢人的 杀楚楚是我家里让她干的 杏小锦 你不能 大哥不可 小锦鲤你疯了 我早就烦了你们景家 背地里鬼鬼祟祟那一套 说 你们有何企图 此事与景少卿无关 你闭嘴 说 为什么要杀楚姑娘 说 为什么杀楚楚 安郡王 萧将军 楚楚是你们杀父仇人的女儿 什么 景少卿 你还记得之前他印的 楚楚他母亲留给他的簪子吗 你母亲已经根据图案认出 那是他早年 送给剑南节路使张下武将 云翼的新婚妻子 做礼物的簪子 楚楚 是云翼的女儿 那就是逆党以后 我当年客举 拜出景阁老门下 回到乾州 就是为他搜寻 并铲除这些漏网之贼 为驸马报仇 你们为什么要拦我 靖少卿 你这么做要如何向景阁老交代呀 我不必向他交代 他杀楚楚是为了他轻辱兄弟的人 我不让他杀楚楚 也是为了我轻辱兄弟的人 事不同 情同 我爹早就猜到我会这么做 所以才一直瞒着我 安排你这些行动 不必多言 我信得过你 安君王 靖阁老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你的父亲报仇啊 那可是你父亲啊 你为什么要护着一个仇人的女儿 你可以呼他一时 可即便我不说 他们不说 迟早有一天 也会有人把他的身份公之于众 到那时 你包庇逆党余孽的罪名做实 与你何意 你又有何也面见驸马公主 萧将军 你也要放了那个反贼余孽吗 就算他是逆党一后 处置他 也是衙门的事 井阁老不能善用私刑啊 谭先生 你既然是井阁老的人 就应该清楚我此行西南的目的 井阁老要你杀楚楚 是想要替我父亲报仇 可若是我父亲要你放过他 你可愿暂缓刺杀楚楚之事 先将各种情由告知井阁老 你是说 驸马他 噢